新城乡公所特别在回南餐厅 办理了112年度新城乡模范母亲 模范婆媳的表扬活动 乡长何礼台也亲自表扬了模范母亲们 并且祝福所有的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在舞蹈妈妈金歌日舞之下 花令县新城乡142年度模范母亲 模范婆媳表扬活动 7号上午在回南餐厅正式展开 新城乡长何礼台 新城乡名代表会主席陈秀玲 与伟布坤齐 先议员出光明 李正文 下面代表会同类 以及村长 共同来为新城乡妈妈们祝福 新城乡长何礼台 代表会主席陈秀玲 先议员出光明 李正文 来为新城乡妈妈们 来感谢母亲的伟大 以台要在这边代表 新城乡各界 向今天议会的嘉宾 表达祝福之意 也要向我们的模范母亲 模范佛习 来表达敬意 为了一个家庭 能够圆满 能够快乐 能够幸福 除了像书教子 甚至有双心家庭 现在时代跟过期不一样 为了妈妈撑起一片天 是一个家庭里面最好的资助 而且不只让家里面的小孩子 能够教育 甚至能够生教 能够来言教 妈妈在家庭的当中 她的分量是最为重要的 我为什么要表扬这个模范国序 是鼓励社会上 尤其这个 大家都知道 尤其言出名是母系社会 这个我家里是母系社会 所以很多人家庭都是母系社会 就是听我说这个大父子 但是在家里就要听妈妈的 婆媳之间的相组 实在是福利 养儿方肢父母 我们啊 还没有亲户 还没有生我一母 不晓得母亲父亲的这个伟大 怎么养育我们 等到我们自己有孩子之后 才知道养儿方肢父母了 母亲父亲的一个伟大 说实在 在社会上无认人跟这个家庭 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比 婆媳啊 更是不义 不同的家庭来自 能够相组荣相 不管在带养儿义女方面 都跟婆婆啊 都能够相组的荣相 说实在我们一定要来表扬 那我想妈妈的爱是非常伟大的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比山高比海深 而且是不求回报的 那我想我们做子女 让回馈父母的恩情是非常简单 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让父母不要为我们操心 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了 你们说是不是 作为写出来的母岸母亲 以及母岸母父亲都非常的优秀 在这边也要恭喜大家 真的我们做子女的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体现 在每一天对妈妈的好 最后啊在这里 我要预祝今天我们新城乡公所 拜祢的今天的表扬活动 圆满顺利成功 因为佛婚琪也在百万当中前来祝福 同时也祝福全天下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我们22位模范母亲 在这里接受表扬 婚琪不止带来满满的恭喜跟祝福 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每一个人都是妈妈手中的宝 十月的怀胎 生育 养育 培育 所以我们常常讲 妈妈的恩情比天高 尤其在这个感恩的时刻 要特别对所有在场的母亲 来表达深深的感谢跟祝福 随后香载和离台 并且表扬各村所推荐的模范母亲 模范婆媳 与众美各部落模范母亲 来表彰对家里的付出和努力 现在香载和离台 同时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记者金鸿逸 新鲜物导